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的种类 知觉的含义和知觉的种类给大家介绍 下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感觉的含义 所谓感觉是个体对直接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刺激的觉察 那么这样一种刺激 它可以是来自于我们机体外部世界的 比如说我们听到了声音 我们闻到了气味 我们感受到了温暖 这些都是指外界的这样一些刺激 那除此之外 我们人体内还会有一些刺激 我们也能觉察到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感觉到疼痛 恶心 我们感到比较的舒适 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体内的一些刺激 而让我们觉察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们讲到的这种感觉 这种现象 那我们在理解感觉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把握好这样三个方面的基本点 第一 我们必须明确 感觉它总是 停一下 我们必须要把握这样三个基本问题 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确到 感觉的这个刺激 它既可能是来源于外部世界 也可能来源于我们自身的这种内部 第二 我们必须要明确 感觉呢 它是一种直接的反应 那也就是说 当感觉产生的时候 往往是刺激物 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时候 第三 感觉反映的是事物的个别属性 而不是事物的整体属性 那我们常常说啊 这一维感觉呢 它反映的是事物的个别属性 所以往往我们讲 感觉它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心理现象 那简单的心理现象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不重要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参加实验呢 会付给他们20美元的报酬 那么在实验当中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躺在一个事先设计好的这样一个小屋子里面 每躺一天就付20美元的报酬 但是呢 在躺下的过程当中呢 往往会做这样一些安排 首先会给它戴上一个眼罩 于是呢 它的视觉几乎和外界隔绝了 就看不到东西了 然后耳朵旁边呢 会有一个风鸣器 发出嗡嗡的声音 这个时候 它可能就听不到外界其他的声音了 然后它的手上面呢 会给它戴上厚厚的纸筒 那它的手与外界也基本上没有办法直接的接触了 在这个期间呢 它的饮食是事先已经安排好的 不需要它来这个活动的 那么让被试呢 就在这样一个房间里面 按照这种模式进行 躺在那儿 就是进行睡下 睡眠 那在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 有些大学生事先来的时候 他想 哎呀我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到这个地方来 我好好的休息一下 好好的睡上几天 也有的大学生会想到了 说我在这个地方呢 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来构思一下 我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 那他们的目的是否真的都达到了呢 实验的过程当中啊 他的这个结果呢 显示出来 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感到无聊和焦躁不安 是这些被试者的一些最起码的反应 就很多基本上所有的被试 在失去了外界的视觉 听觉 以及他的这种触摸觉的情况之下 他往往都会有这样一种反应 感到焦灼感到不安 感到非常的无聊 那么很多的人 他的实验呢 都只有两到三天的时间 就要求结束了 实验结束之后 在过后的几天里 对这些被试又进行了心理的测试发现 他们的注意力都表现出涣散 而且不能够进行很明确的思考 智力测验的成绩也都不理想 并且通过老电波的分析呢 证明被试的全部活动都表现出了严重的失调 甚至有的被试还出现了幻觉的现象 那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实验 剥夺感觉的实验说明 人一旦失去感觉之后 他的其他的心理活动都无法正常的进行 从这一点上来看 感觉虽然简单 但是他的意义却不可忽略 那感觉的意义具体的来说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表述它 首先感觉给我们提供了内外环境的信息 这一点我们在刚才前面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到了 第二感觉是人的全部心理现象的基础 尤其是通过刚才我们介绍的剥夺感觉的这样一个实验 说明了当人的感觉被剥夺之后 其他的心理活动也都无法正常进行 那么第三感觉它保证了机体与环境的一种信息上的平衡 你比如说当我们感觉到天气寒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给自己加上衣裳 比如说当我们走出门 被雨灵照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这个雨点打在身上 有些寒冷和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撑上雨伞 给我们自己来遮风避雨 所以正是由于感觉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 使得我们机体与外界能够保持一种信息上的平衡 从这些上面几个方面来说 我们说感觉它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心理活动 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常重要 那刚才呢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 说感觉的基本概念 那我们再回想一下 感觉它往往就是感觉可以产生 它需要什么呢 需要外界刺激的作用 外界的刺激作用于我们人的感觉器官 刺激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 于是呢我们才能够产生感觉 那在这地方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大家思考一下 是不是说只要有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 我们就一定都能产生感觉呀 只要有刺激的存在 只要有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 我们人的感觉就完全可以产生了 那往往并非如此 并不是所有的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 都有能够引起人的感觉的 这里面它对刺激会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的这个刺激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量 这个刺激从存在了出现了 但是呢它慢慢的必须要一定有一个量 当这个刺激达到一定的量 达到了一定的临界值的时候 达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值 临界值的时候 我们才可能产生感觉 所以我们说并非所有的刺激 都能够引起我们人的感觉的 那当感觉的这种刺激达到了一定临界值 这个值我们通常把它叫做什么 预线 那引起我们感觉的这样一种临界值 我们就把它叫做感觉预线 如果准确地表述一下 我们说感觉预线 就是人感到某个刺激的存在 感到这个刺激的存在了 或者这个刺激发生变化 所需要的刺激强度的临界值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感觉预线呢 它是分为两种情形的 那一个指的就是 能够引起我们某种感觉的 一个最小的刺激量 我们把它叫做绝对感觉预线 就是最小我们可以觉察到的那种刺激量 我们把它叫做绝对感觉预线 你比如说 我们人的视觉 在晴朗的天空 它可以见到三十米以外的烛光 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 在视觉 在这个晴朗的夜空当中 去看烛光的一个最 这个一个绝对感觉预线 还有听觉 它可以在安静的条件下 可以听见二十英尺以外 手表的低大声 你可能到二十三英尺以外 它就听不到了 那味觉是 它的一个绝对预线 就一茶勺的那个糖 溶于两加仑的水中 它可以尝出那个甜味来 那如果你溶于两点五加仑的水 可能它就尝不出来了 这就是绝对感觉预线 嗅觉 那一滴香水 它扩散到三个套房里面 三间套房里面 它还能嗅得出来 触觉 一只蜜蜂的翅膀 从一厘米的高度 落在你的面颊上 你还能感觉得到 还有温冷觉 那皮肤表面温度 有摄氏一度之差 就可以觉察到 这就是我们人类 一些非常重要的感觉 它的一些绝对预线的值 那感觉预线当中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表现出这种差别感觉预线 所谓差别感觉预线 指的就是我们 觉察 刺激之间 微弱差别的能力 比如说 这个地方有两只粉笔 那很显然 这个两个粉笔呢 看上去好像很相像 但实际上它们之间还是存在差别的 往这一掂量一下 你说哪个重哪个轻 我能够觉察到 哪个重哪个轻 这个就是什么呢 你能觉察到这样 两个刺激之间的微弱的差别 你的能力 这样一种值 就叫做差别感觉预线 差别感觉预线 那我们会发现 我们每个人 对待这种刺激量的要求是什么 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听声音的时候 听人说话的声音的时候 年轻人对这种声音的量的要求 就会怎么样 小一点 低一点 而老年人对这种声音量的要求 就是需要高一点 大一点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听声音的时候 不同的人 对待这种临界值的要求 对待这种预线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那对待这种临界值要求 越高 说明人的这种感觉的能力 就越怎么样 越弱 是不是 你看老年人要求你把声音 说得很大 那就说明他的听力的水平怎么样 就比较低嘛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对这样一种 临界值的要求越低 就说明你的感觉的那种能力就越强 那通常我们在心理学上 把人们对刺激物的这种感觉能力 我们就称作是感受性 所以这地方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所谓感受性 就是人们对刺激物的那种感觉能力 它也就是衡量我们对刺激的感觉的那种灵敏程度的一个指标 这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讲到的第二个问题 涉及到的感受性和感觉预线 那在讲到感受性和感觉预线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地方还要做这样几点说明 根据前面我们对感受性和感觉预线的这个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做这样几点说明 首先呢我们说 每个人对刺激物的那种感觉能力是不相同的 有的人感觉能力强 有的人感觉能力弱 第二感受性呢 它是通过感觉预线来测量的 感觉能力和感觉预线之间是成反比关系 感觉预线越大 说明感觉的能力越差 那同时呢 人的这种感觉能力 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往往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训练 可以去提高人的那种感觉能力 你比如说就有这样一个记载 说一个有经验的应染老工人 他能够一眼辨别出四十多种不同的黑色 我们大家都知道 同样是黑色 但它还是直接从这个什么饱和度上啊 从它的这个什么亮度上 颜色色调上都会有一些区别 一个有经验的老工人 应染的工人 他从事这个工作几十年了 他一眼能够辨别出四十多种不同的黑色 那就说明 他对于这种黑色的感觉能力是非常的灵敏的 那正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工作的实践 锻炼了他的这种感受性 所以我们说人的感受性呢 它是可以通过训练 加以改变和提高的 那前面我们第一个大问题呢 主要的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感觉的基本含义 那我们在讲感觉的时候 我们前面收到了 有些感觉可能它是来自于外界刺激而引起的 那有些感觉是由于什么呢 集体的一些内部刺激而引起的 那也就是说人的感觉它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来看一看感觉种类 对于感觉的分类呢 我们通常从这样两个方面进行分类 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 外部感觉指的就是感受外部刺激 反映外界事物个别属性的那样一种感觉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视觉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和复觉 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到的五大基本感觉 内部感觉指的就是感受内部刺激 反映机体内部变化的那样一种感觉 主要包括机体觉 平衡觉 和运动觉 这样三个部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五大外部感觉和三大内部感觉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的视觉 视觉 视觉它是个体对光波刺激的一种觉察 是个体辨别外界事物的明暗 颜色等特性的那样一种感觉 视觉是人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感觉 因为通过实验研究证明 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当中 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信息 是靠视觉而获取的 视觉 它的视仪刺激呢 是波长为三百八到七百八纳米的光波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光波低于三百八十纳米 或者高于七百八十纳米 往往人就感觉不到了 这是我们讲到的人的视觉 那在外部感觉当中的第二个方面 听觉 是个体对于声音刺激的一种觉察 它的视仪刺激呢 是频率为十六到两万赫磁的声波 而人最敏感的声波频率呢 是在一千到四千赫磁之间 我们对这一段频率的这种声波 反应是最为敏感的 第三个方面是嗅觉 嗅觉是由挥发性物质的分子 作用于嗅觉器官的感受细胞 而引起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往往会发现 动物界很多的动物 它的嗅觉比人类的嗅觉 要灵敏的多 你比如说 狗的嗅觉就是十分的灵敏 那因此呢 往往人们在寻找地下煤气管道漏气的时候 或者是协助海关 击查那个毒品的时候 往往这个时候狗就派上用场了 特别是那样一些经过特殊训练的 这些警犬 在这样一些 这个搜寻活动当中 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还有 人们发现骆驼能够在八十公里以外 就能够闻到雨水的那个味道 在沙漠上面 沙漠上面 还有鲨鱼 它能够嗅出海水当中 一百万分之一浓度的那个血腥的味道 所以它老远能够问到这个味道 它就会去捕捉这样一些食物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呢 在动物界很多的这些动物 它的嗅觉表现出非常的灵灵 而味觉呢 它的适宜刺激 就是那些能够溶于水的化学物质 糖啊 盐啊 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说 它可以溶于水以后 我们往往都能够什么呢 给我们产生一种味觉 那味觉的感受器 主要是分布在我们舌头上的味蕾 特别是舌尖 人的这个基本味觉 酸甜苦咸 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到的 酸甜苦辣 基本味觉是酸甜苦咸 这样四种 外部感觉当中的最后一种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肤觉 叫做皮肤感觉 是刺激作用于人的 作用于皮肤 而引起各种各样的感觉 我们就把它叫做皮肤觉 比如说 我们说到的醋觉 冷觉 温觉 还有疼痛觉 这些都属于皮肤感觉当中的 那前面呢 这五个部分是我们介绍的 具体的五大 外部感觉 那接着下来 我们再介绍一下 人的三大内部感觉 动觉 动觉又叫做运动觉 它主要是反映身体 各个部分的位置 运动 以及肌肉的紧张度 是内部感觉的一种重要形态 那它的这个感受器呢 主要分布在人的肌肉 肌腱 还有我们关节当中 所以平常我们说 一个人的肌肉运动 你说你这个握紧拳头的时候 你的手头这个拳头 在很紧张 握紧拳头的时候 你这个肌肉 手胳膊 深深 拉拉的时候 这种肌肉的运动 都会带来我们的动觉 还有你的关节 身体当中 各个关节 角度发生变化的时候 也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动觉 平衡觉 平衡觉呢 是由人体做加速或者减速的直线运动 或者做旋转运动的时候所引起的 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 小的时候我们都会做这样一个游戏吧 围绕着一个柱子 在那转啊转啊转啊转转 然后呢 当你突然停止下来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你就会有一种什么 晃晃悠悠的那种 那样一种表现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哎呀失去平衡了 失去平衡了 那平衡觉的他的感受器呢 主要的是位于内耳的一个潜停器官当中的 最后一个就是机体觉 机体觉呢 那我们又把它叫做内脏感觉 是由于人的内脏的活动 作用于脏气壁上面的感受器而产生的 那我们通常讲到的饥渴呀 保障呀 便宜呀 恶心呀 还有呢 我们疼痛呀 等等 这些都属于机体感觉 那在机体感觉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呢 他往往会有一种不确定性的 你说小孩子经常去医院里面 你说哪不舒服啊 他会说 哎呦肚子疼 然后哪是肚子疼啊 给他到处一摸 他到处都是肚子 到处都疼 这疼吗 疼 那疼吗 疼 就是这个时候 他的这种机体疼痛的感觉 是什么呢 定位是不均确的 所以有的时候 人们又把这种感觉 称作是一种黑香感觉 就不太清楚 精确性比较差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机体觉 那么上面呢 我们主要的这个介绍了 八个方面的 这个人的感觉 那么在这样一些感觉发生的时候 往往都会表现出一些 规律性的现象 那这种规律性的现象 我们把它称作是感觉现象 那感觉现象呢 在这里面表现出来的 比如说感觉的后相 感觉的适应 感觉的对比 和感觉的相互作用 下面我们主意给大家做个介绍 首先我们看一看 感觉的后相 所谓感觉的后相 是当刺激 对感官的作用停止以后 感觉并不是立刻消逝 而是持续一段很短的时间 那么这种在刺激作用停止 还能够暂时保留的感觉现象 我们就把它叫做感觉后相 那么大家体验一下 在你的生活当中 这种感觉的后相 有没有过经历 那我们来看一看 好的 待会儿呢 我在那边会给大家呢 呈现一张图 出来以后呢 大家盯着这个灯泡 看上三十秒 然后尽力的在看的过程当中呢 尽力的不要移开你的目光 当三十秒钟左右吧 结束之后呢 把你自己的眼睛移到 一块白色的墙壁上面 那么你这个时候看一看 在白色的墙壁上会有什么 大家就看一看 这张图盯着上面 尽量的眼睛不要移开 好的 那么找一块白色的墙壁 再看看白色的墙壁上有什么 看到盯着白色的墙壁上看 大家可能会发现什么 在你的眼前还有一个什么呢 黑色的那个灯泡的什么形象 那也就是说 在你这个刺激 已经不在你的眼前了 但是呢 你还能够把这个形象 保留一段时间 这就叫做视觉的 感觉的后相 也可以叫做视觉的后相 那这里面同样 那我们如果盯着这样一张图 特别是看这绿色的花 如果看上一个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你再把它移到 白色的墙壁上的时候呢 你同样会发现在白色的墙壁上 会有一朵红色的花 另外呢 我们大家可能都读过 唐代诗人李白九后 做的一首诗 其中呢 有这样两句 吹玄浮住于君寅 看来沉壁眼使红 他描述的就是什么呢 你把红色看成了绿色了 这是前面我们讲到的 这个感觉的后相 那么感觉的后相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 往往是什么 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的 你比如说电影 它就是运用了感觉后相的 这样一个心理学的原理 而制作的 这是我们描述感觉现象第一 第二个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感觉的适应 感觉的适应是指刺激物持续作用于 感觉器官所引起的感受性变化的现象 这种感觉的适应现象 在我们所有的感觉当中 往往都会有所 比如说我们说 入知难之事 久尔不闻其香 入鲍鱼之事 久尔不闻其臭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的表现 适应现象 嗅觉 那我们在人的视觉当中 也会有表现 比如说我们从很明亮的 这样一个地方 进入到一个黑暗的房间 刚开始是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过了十几秒钟以后 你才能够慢慢的看见 周围的一些轮廓 一些物体 那这就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眼睛慢慢的 对黑暗的环境的 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是视觉的适应现象 那我们人的温度觉的适应也有 比如说我们在游泳的时候 刚一跳进那个水池 我们会感觉比较的冷 但是过了几分钟以后 怎么样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水温很冷很凉了 这是什么呢 我们的皮肤适应了这个水温 所以适应的现象 它是非常的普遍的 而且对我们人类是有意义的 首先呢 有了适应的现象 它有利于减少我们的身心负担 你比如说如果你到游泳池里面游泳的时候 你老是不能适应 你是不是怎么样 那个水你老是感觉到很寒冷 你没有办法去做运动 而且浑身只打颤 这个时候你总是保持一种紧张的一个状态 但你适应了 慢慢的你就舒缓开来了 而且对我们感知外界事物 调节自己的行为 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 我们能够有效的去适应外部的环境 调整好自己的行为 但是感觉的适应呢 它也会有一些什么呢 不利的地方 就是由于适应了环境 有可能造成我们对一些不利的环境 丧失了警觉性 比如说总是在一些有毒气体的环境当中 你渐渐的适应了这个气味 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有害气体的存在了 你失去了这种警觉性 就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护好自我 所以这是它的不利之处 那感觉的适应一般来说 会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规律 一般情况下 持续作用的强刺激 会是我们的感受性降低 而持续作用的弱刺激 会使我们的感受性增高 这是我们提到的人的感觉现象 那么下面呢 第三我们介绍一下 感觉现象当中的感觉的对比 所谓感觉的对比呢 是同一感觉器官 接受不同的刺激 从而使感受性发生变化的现象 这里面会有两种情形 一个呢 就是我们 同时接受到 同一个感觉器官 同时接受到两种刺激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同时对比 也就是说几个刺激物 同时作用于感受器 而使感受性发生变化的现象 那我们大家来看这张图 那在这张图上面 你看到了几种颜色呀 大家说有绿色 还有什么 有红色 白色 一共看到了几种颜色 你告诉我 看到了四种颜色 实际上告诉你 在这幅图当中 它只有三种颜色 就是绿色 白色 和那个粉色 那这里面我们会发现 好像这两种粉色 你觉得颜色是什么 不一样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它不是颜色本身不一样 而是因为这种刺激物 同时红色和绿色 同时呈现出来以后 它会引起我们 对这个红色的感受性 发生变化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 这两种颜色怎么样 不太一样了 这就是同时对比 那还有一种对比的情形呢 就是计时对比 就是刺激物先后作用于 我们同一个感受器 而使感受性 发生变化的现象 你比如说 我们先吃一颗糖 然后再来吃橘子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橘子会更酸 那是因为糖前面的 这样一个刺激物的作用 引起了我们对酸味的 感受性的一个变化 这种对比 我们就把它叫做 即时对比 又可以叫做先后对比 那么第四个方面的感觉现象呢 我们要介绍一下 感觉的相互作用 感觉的相互作用 指的是一种感觉的感受性 会由于其他感觉的影响 而发生变化的现象 一种感觉的相作用 一种感觉的这个感受性 会由于其他感觉的影响 而发生变化的现象 你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经常可能会发现 有的时候我们用刀子 沿着玻璃边插出来 滋滋的声音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听觉 受到刺激 但是却让我们的什么 皮肤的感觉发生变化 当我们听到这种滋滋的声音以后 我们会觉得浑身直打寒颤 这是听觉的作用 而引起了我们皮肤感觉的变化 那还有的时候 我们在握紧自己拳头的时候 或者是咬紧自己牙关的时候 嘴唇的时候 这是什么呢 我们的肌肉在运动的 然后会引起我们对疼痛感觉的一个变化 当我们握紧拳头 咬紧这个嘴唇和牙关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疼痛的感觉减轻了 这也是不同感觉相互作用的一些表现 那么感觉的现象呢 我们说就是这样四个方面 那么讲到这地方 我们说我们介绍了感觉的两个大方面的问题 感觉的含义 以及感觉的种类 那我们再来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讲到的感觉 感觉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概念 就是指我们人的感觉器官 受到了不同刺激的作用 我们对它有所觉察 这样一种现象 那我们常常说感觉反映的是什么呢 事物的那样一些个别属性 个别属性 那好的 既然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这个感觉的这样一种现象 那我现在呢 给大家就呈现 感觉是在外界刺激的作用下而产生的 那我给大家呢 现在就呈现一个刺激 那么在你的眼前 我想问大家一下 你说你看到了什么 大家跟我说你看到了一张白纸 那你说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感觉反映的是事物的个别属性 而你这个时候反映的是事物的一个什么属性呢 如果要反映它的个别属性 那么你就是看到了它的什么 白色 问你看到了什么 你说我看到了白色 那就是反映了事物的这个个别属性 而在你对这个刺激做反映的时候 你说我看到的是一张白纸 你给这样一个刺激已经做了一个完整的界定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所做出的反映是感觉吗 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感觉了 那它是什么呢 我们说它就是知觉了 所以接着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大的问题 知觉是个体将感觉信息组织成有意义的整体的过程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人在知觉事物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反映它的个别属性 我们反映的是它的什么 整体属性 那这里面人的知觉和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感觉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说这二者之间呢 它们是有区别的 感觉和知觉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心理现象 这种区别第一表现在两者反映的水平是不同的 感觉反映的是事物的个别属性 所以它不能够认识事物的意义 就是说这张白纸在你的眼前的时候 如果是感觉对它做出反映 你只能说看到一片白色 你不能够反映出它的意义来 你不能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知觉 它反映的是事物的什么 整体属性 它能够认识事物的意义 所以我刚才说到了 你说这是一张白纸的时候 你做出的反映就是什么 知觉了 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点区别呢 二者反映的形式 也是不一样的 感觉是在简单的刺激物的作用下 通过单一的分析器的活动而产生的 而知觉呢 是在复合刺激物的作用下 通过不同分析器的协同作用而产生的 就是知觉的这样一个活动呢 它的这样一个反映的形式更为复杂 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但是感觉和知觉之间 也还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 感知觉都属于人类认识活动的初级阶段 而且都是对客观事物的一个直接的反应 都必须是在客观刺激物的作用之下 它才能够反应的 第二呢 感觉是知觉的基础 是知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 知觉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到了 知觉是什么 是把感觉的众多的信息 怎么样有效的加以整合的 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感觉的一个有机的综合 那因此我们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单纯的感觉几乎是不存在的 除非在那个新生儿的身上 才有表现 感觉信息 已经通过感觉器官 传达到我们人的大脑的时候 知觉也就同时产生了 那因此我们常常把感觉和知觉 合起来称作感知觉 那人的知觉呢 它到底会有哪些基本特征 和感觉不一样 它的基本特征又会有哪些表现 知觉的基本特性呢 通常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 知觉是具有意义性的 具有整体性的 具有选择性的 还具有恒常性的 那么下面我们一一的来看一下 知觉的意义性 指的就是人在知觉的过程中 总是力图赋予知觉对象 一定的意义 比如我们在知觉这样一张图片的时候 你第一眼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你头脑当中总是要给它 有一个界定 说这是一匹马 那我们在知觉这个对象的时候 总是要去理解它 去赋予它一定的意义 当然我们人在知觉一定的 这样一个对象的时候 能否真正的去理解这个对象的意义 会受到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个体的那种知识经验 那好的 让我们大家看这幅图 你在这幅图上 你觉得你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女孩 这边同学说看到一个脑袋 那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好像觉得 不太能够确定 不太能够确定 那如果是这样一幅图给你 你觉得你看到它更像一个什么 看到一个什么 少妇 我们同学说看到一个少妇 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在看的时候 凭借我们的经验 我们知道 通常呢 这个少妇出门的时候 总是要给自己什么 装点一下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什么 耳坠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串珍珠项链 所以我们总是 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去判断 它是一个少妇 那如果是这样一张图呢 我们通常就是什么呢 会把它知觉 就是一个什么 老太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里面的这样一个特征 更像一个什么呢 老太太的 一个嘴巴上的 那样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在理解 这个事物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哎呀 它好像一个老太 那就是因为 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给它 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